日韓強化與北約夥伴關係 中共最怕北約東准 中國黑客駭入美國政府機構 等25個組織的油箱帳戶 詭異秦江消失南祖三文 王毅代征也熱議 南海仲裁七周年 美中交鋒菲律賓慶祝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新聞熱點 我是林欣 今天是香港時間7月13日 星期四 下面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12日是北約峰會第二天 31國領導人首度 與烏克蘭舉行雙邊理事會 澤連斯基直言 對烏克蘭最好的安全保障 就是加入北約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和南韓總統尹錫月 都受邀參與峰會 並分別與北約簽署 個別針對性夥伴關係計劃 中共駐歐盟市團 聲明堅決反對北約 東進亞太地區 陳迪報導 在11日峰會 31個盟國 正式同意設置北約烏克蘭理事會 G7領導人也在北約場邊會議討論 提出對烏克蘭的長期安全保障方案 澤連斯基表示感謝 並將理事會定位為一個整合的工具 意思就是 促使烏克蘭更快地整合進入北約 期待烏克蘭將成為帶著勝利加入的盟友 美國問題專家藍述表示 成立烏克蘭和北約之間的理事會 主要是為了 令烏克蘭在處理和北約相關的事情上 獲得更大的主動權和話語權 在未來 如果烏克蘭需要得到更多 來自北約的軍事經濟和人道援助的時候 烏克蘭將有可能更快地推動事情向前發展 波蘭總統杜達就對記者表示 我希望烏克蘭在幾年內成為北約的正式成員 烏克蘭的加入將對波蘭和整個聯盟產生重大推動作用 今次參加北約峰會的亞太代表團 包括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韓國總統尹錫悅 澳洲總理阿爾巴尼斯 以及新西蘭總理希金斯 四國領袖都表示 在烏克蘭發生的事情 不能在太平洋地區發生 尹錫悅更表示 我們亞太四國必須與北約團結一致 建立強有力的集體安全態勢 我們將會使北約合作框架制度化 北約亞太夥伴 將在亞太地區的地區安全中發揮主導作用 斯托爾.騰貝格表示 中共獨斷行為和俄國侵污 促使北約和歐盟 和印太夥伴關係更接近 北約也將繼續討論設立東京辦事處的計劃 法國反對北約在東京設辦事處 理由是北約是以美歐為集體防衛區域 不是印太 但更關鍵的理由是他們怕激怒中共 中共駐歐盟使團表示堅決反對北約東進亞太 藍術認為中俄實際上已經是結盟了 在北約和日韓的眼中 中共是俄羅斯入侵烏克蘭背後最大的支持者 而中共在印太地區 特別在亞太地區有極大的擴張野心 直接威脅到日韓的安全 日韓和北約之間的結盟就是用一個全球化的視野 去處理中俄無上限的合作關係 這樣一個全球化的安全威脅 不少網友甚至提議台灣未來 會不會有機會加入北約峰會 藍術表示台灣和北約之間的關係 就有相當長的路要走 最主要的原因是 所有的這些國家 和台灣之間還沒有正式的外交關係 但是隨著中共在台海 日益咄咄逼人的威脅不斷升高 在未來台灣仍然是有可能 以觀察員的身份去參加北約的會議 一些人士指出 由美國主導的四方安全對話 和澳英美三方安全夥伴關係 是AUKUS 佔據印太地區的舞台中心 東盟已失去作用 此外 土耳其總統亞爾多安說 土耳其批准瑞典加入北約的申請需要時間 瑞典必須向土耳其提交可接受的路線圖 10月後批准瑞典加入北約 事證推主 維謝格拉德24分析 如果瑞典成功加入北約 意味著俄羅斯將遭遇大麻煩 因為在加里寧格拉的俄國船隻 或將面臨北約湖的武器禁令 有中國專家分析 因為加里寧格拉是可以容納登陸艦艇的大型港口 俄國往該地運送武器最好的辦法就是海運 12日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表示 北約現在有更好的組織、協調、裝備和人員 能夠在其東翼向俄羅斯發出強有力的威懾信息 隨著芬蘭的加入以及瑞典即將加入北約 該聯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強大 據《紐約時報》報導 微軟11日晚上披露 中國黑客入侵了美國政府機構等約25個組織 及相關個人的郵商賬戶 據一位了解這次網絡入侵情況的人士表示 這次攻擊是有針對性的 黑客攻擊的是特定賬戶 而不是會獲取大量數據的大範圍入侵 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阿當·霍奇說 沒有機密網絡受影響 目前正在繼續評估有多少信息被撤取請看報導 微軟方面表示 大約25個組織被黑客入侵 黑客利用偽造的身份驗證零牌 訪問個人電子郵件帳戶 黑客至少在一個月前就已經訪問了部分帳戶 微軟執行副總裁貝爾表示 我們一直在與受影響的客戶合作 並在公布進一步細節之前通知他們 與此同時我們與客戶協調 分享事件和威脅行為者的詳細信息 以提高業界的警惕 報導說 攻擊的複雜性和針對性都表明 這個黑客組織 一係就是中共政府情報部門的一部分 一係就是為中共政府工作 雖然今次入侵的規模 似乎遠遠少於近期的一些黑客入侵事件 但它可能為中共政府 及其情報部門提供有用的訊息 並有可能使美中關係進一步緊張 貝爾在帖文中說 微軟將與此事件相關聯的威脅行為者 稱為Storm-0558 是一個基於中國的敵手 根據我們的評估 這個敵手主要從事間諜活動 例如為收集情報而訪問電子郵件系統 他們試圖濫用彭政 並訪問敏感系統中的數據 曾經在川普政府期間 擔任美國國家情報副總監的西武師 Cliff Simms表示 由於拜登總統沒有就中共試圖影響近期大選一事 與中共政府對質 中方變得更加大膽 在採取行動之前 我們需要認真討論 我們能夠容忍多少黑客行為 外界認為 今次黑客攻擊 可能令到本來就緊張的中美關係 雪上加霜 秦剛在公眾場合消失已經近20天 中共外交部日前表示 中共外交部長秦剛因健康原因 無法出席在印尼舉辦的東盟部長級會議 改由作為中共最高外交官員的 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 王毅代為出席 按常規 在某一官員出現突發事件 無法正常工作的時候 外交部應該會有順級替代人選 但依次改由王毅出征 引發外交諸多猜測 請看報導 7月10日在秦剛消失的第15日 南華早報最早報導了 秦剛感染了新冠病毒的消息 有網民對此提出質疑 秦剛今次新冠病比較長 我們普通人第一次就7-10日 復養就3-5日 秦剛做駐美大使的時候入鄉隨俗 經常不戴口罩和老百姓近距離接觸 就算不打疫苗 他可能都是屬於有免疫力的了 所以很難想像他今次因為新冠病那麼久 歷史學者非天大學教授張天亮博士 在他的自媒體頻道天亮時分中表示 秦剛很快就會露面了 因為感染中共病毒之後 通常情況7天轉陽 7天隔離期 現在基本上都已經過了 但詭異的是 最早報導秦剛染疫的南華早報 就刪除了這條報導 這令到外界更加疑鬥重生 也有觀點認為 按照中共報仙不報病的慣例 秦剛的健康可能出現嚴重的問題 中國民主黨主席 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系博士王軍濤 與媒體常見的觀點不同 他認為 就是他當時去做美國大使的時候 我們從他在美國的一些言論來看 本來他是想緩和中美關係 但這件事沒有完成 他受到了挫折 現在做外交部長之後 外交環境對中共還是越來越惡化 我覺得 可能習近平會否抱怨 是不是還要王毅出來吵鬧 當然 這只不過是一個可能性 王軍濤認為 還有一個可能性是涉及到中共的內鬥 王軍濤分析說 王毅和習近平既沒有血緣關係 也沒有裙帶或地緣關係 而習近平也知道王毅不是自己人 所以習近平內心並不相信王毅 共產黨用人實際上都是非常老道的 習近平現在可能有些事情 要進行戰略推卻 這樣將秦剛擺在一邊 被一些準備做替罪羊的人向前走 張天亮認為 在目前中共黨內 習近平一人獨大的情況下 如果沒有習近平的扶持和手肯 秦剛不會破格升遷那麼快 因此秦剛應該不是失寵的問題 除了中共的戰狼外交 令到他在國際上聲名狼直之外 有觀點認為王毅代替秦剛出征 說明中共外交部內部出現問題 有分析認為 在部長突發事故不能正常工作的情況下 外交部乃至其他部都有備用方案 都有人代表部長來出席這些活動的 而外交部一大堆副部長 資歷學識豐富的也很多 但現在似乎所有事情都是王毅親自出馬 說明外交部內部很不正常 一片混亂 南海仲裁裁缺七週年之際 美中再次隔空交鋒 美國11日敦促中共專手這個裁決 並停止對這個地區其他國家船隻的騷擾 中共則反批美國在南海挑是生非 還揚演這個國際裁決非法 請看報導 中共對幾乎整個南海聲稱擁有主權 但一些地方和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 文萊和印度尼西亞的專屬經濟區 雙重疊 引發爭議和衝突 2016年7月12日 位於荷蘭海牙的上設仲裁法院 對菲律賓和中共的南海糾紛通過一致裁決 中共對南海的主權主張毫無根據 中共就拒絕承認該裁決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馬修米勒 Matthew Miller 週二就南海仲裁裁決7週年 發表措辭嚴厲的聲明 米勒向中國明確表示 這個裁決是最終裁決 對菲律賓和中國具有法律約束力 並敦促北京 使其海事主張符合國際法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 週三譴責美國在南海挑釋生非 是南海仲裁案的始作俑者和幕後操守 汪文斌還揚言 南海仲裁案裁決 嚴重違反包括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在內的國際法 是非法無效的 中方不接受不承認該裁決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米勒 就在聲明中強調了南海裁決的合法性 米勒敦促北京 使其海事主張符合1982年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所反映的國際法 他還敦促北京 停止對其他國家 在自己專屬經濟區內合法作業的船隻 進行例行騷擾 停止破壞別國堪探、開發、保護和管理自然資源的主權 停止干涉在該地區合法活動的國家的航行和飛越自由 米勒表示 我們將繼續與盟友和夥伴合作 推動建設一個自由、開放、和平、尊重國際法的印太地區 國際仲裁法院的裁決 受到包括美國、日本、加拿大和澳洲等國的堅定支持 為了慶祝這一裁決 菲律賓外交部星期三推出一個網站 包含菲律賓在2016年南海仲裁案中獲勝的信息 菲律賓外交部副部長特雷沙·拉扎羅 在一個關於南海問題的論壇上暗批中共 他說 我們堅決反對蓄意削弱和破壞仲裁裁決 在國際法中絕對具有法律效力的企圖 該裁決已成為最終裁決 不再有爭議也不容妥協 好了今天的報導就到此為止 多謝您的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 回應